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发过一个愿 就是他可以满足 中心在物质上 不管是金钱 还是生活的用具 资具上面 让他们满足 还要做到多少 才有能满足中心的需求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说 教师说 要是如来的这个玩 要来玩玩 除非众生对这个金钱 对钱 对外在物质的 不安全感 跟匯乏感 就是无安全感 跟这个不够不够 这种情形会改变 不然的话 要是如来 这个玩是很难满足的 好 怎么说呢 我们说要来祈求赚大钱 跟说是 欠钱的人 还是说 去吃 还是说 幸福兵跟存十块的人 来祈求贪大钱 郭台铭想不想赚大钱 有钱人也想赚大钱啊 所以到底 要是如来 要给多少才够呢 有一对夫妇 他们的工作都很不错 他们就赚了一点钱 就把钱拿去买股票 买股票之后 又赚钱 对吧 把赚来的钱 又拿去买股票 就越买越多 越买越多 前两年 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这个太太就跟先生说 我们赶快把这些股票脱手 去买股票 但比较快 这个先生呢 不同意 没有怨疑 结果呢 他就去试着 买别支 买别支 买其他的公司的股票 买到去年年初 金融风暴的时候 全部的股票都卡在这个股市里面 哇 先生很欲足 对吗 太太因为长期的担心跟焦虑 结果得了这个忧郁症 得了这个忧郁症 所以呢 大家呢 说到这个 股票 经济的情况呢 这个先生呢 一直闻痰 一直想起 太太呢 就在旁边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是在想起乱坛 人家装呢 日子可不可以过 这个 先生说 可以啊 为什么要 怨叹什么呢 先生说什么呢 不敢玩啦 太太在旁边又努力 对啦 对啦 未来是要怎么做啦 未来是要怎么做呢 人对这个金钱 对这个外在物质的这种 匮乏感跟不安全感 是多么多么的深 可是说我们没有来改变 我们自己对金钱 还有对外在物质的这个 这个态度 有时候来跟我们祖三天 要帮忙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大家来合分 不是说 叫大家不要贪钱 也是要去给他赚大钱 要赚钱 要工作 要生活 重点是 要学会按照我们自己 跟安排我们自己的生亡 就给大家看 我怎么没来 说不过 我怎么会和你 那些人都不得不让一切 我怎么会担心 我怎么会开担心 我怎么会担心 你现在来不担心 你你怎么会担心 什么东西 你怎么会担心 你怎么会担心 我怎么会担心 你怎么会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